被封为全球最强无人机的美军MQ-9无人侦察机 装备尽端航空侦照相机 能挂载地域火飞弹 还曾击毙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 现在却传出 有一架MQ-9欧洲时间14日 在黑海上空遭俄罗斯苏凯27战机撞击坠入海中 美国国防部极力指控 俄军苏凯基撞击MQ-9之前 就已经在周围做出鲁莽的挑衅动作 危害飞航安全 美国空军重要战略资产 就这么被俄罗斯给破坏 立刻激怒华府各部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这起事件显然违反国际法 已经向俄国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更是在第一时间 把矛头指向普丁 面对美方的控诉 俄罗斯国防部仅用文字声明回应 否认苏凯基撞毁美军无人机 还反称美国军机是因为动作角度过大 自己时空坠毁 然而整起事件 不论是蓄意还是意外 恐怕都将让早已劣迹斑斑的美俄关系 跌到万上深渊 环宇新闻谢仲月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